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张艺兴的一个加入 张艺兴是作为常驻嘉宾加入向往的生活 而不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嘉宾加入的 也就是说在《向往的生活》第五季中 张艺兴他会一直陪伴大家 而不是过来吃一餐两餐饭 然后住一天晚上第二天就走人的 其实《向往的生活》这一部综艺节目的常驻嘉宾 在挑选的时候都是非常谨慎的 《向往的生活》挑选常驻嘉宾的时候 一般都会考虑何炯和黄磊他们两个人的意见 我们都知道何炯是娱乐圈的大哥大 而黄磊是娱乐圈中的第一批偶像明星 这两个人不管是在参加什么节目 他们说话的分量都是非常的高 而且他们也是非常的有地位 很多导演很多演员都会乖乖的听他们的话 之前彭玉畅的加入就是有了何炯大力的推荐 我们都知道何炯是娱乐圈中的老好人 何炯也是在娱乐圈中帮过很多年轻艺人的一个人 有了何炯的帮助 他们在娱乐圈就会变得更加的顺利了 彭玉畅就是这么一个幸运的人 他在何炯的帮助下 如今不仅仅是常住在《向往的生活》这一部综艺节目里面 彭玉畅也接到了很多关于情感的戏 之前他说一直想拍吻戏 他也成功地接到了 常住嘉宾张子峰可能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 张子峰他是靠自己的实力进入到综艺节目里面的 张子峰作为童星出道 他给人的一种感觉是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单纯 我们看到有张子峰在的地方 就能够感受到他的魅力 张子峰第一部让大家认识他的电影 应该是由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 他就是在《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里面 饰演女主角小时候 在《唐山大地震》这一部电影 让他迅速走红之后 张子峰的戏就越来越多 最近这段时间 张子峰也有几部非常火爆的电影 2020年 他主演的《再见少年》 获得了当时最受传媒关注的女主角 在今年的时候 他主演的《我的姐姐》这一部情感电影 更是获得了很多人的关注 不管是在综艺节目里 还是在电影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张子峰优秀的身影 也正是这些原因 张子峰不管走到哪里 他都是被人抢着药的一个明星 在《向往的生活》综艺节目第五季里面 我们看到的一个重点人物 就是张艺兴 很多人看到张艺兴 可能也会非常的开心 因为张艺兴确实让很多人喜欢 在新疆棉花事件中 张艺兴他也是公开地解除了 和那些抵制新疆棉花品牌的一个合作 张艺兴可不只是在国内非常的火 他在国外也是非常的火爆 特别是在韩国 他解除了和国外的那些品牌的合作之后 国外的一些网友纷纷地留言 攻击和辱骂张艺兴 面对国外网友的这些辱骂和攻击 张艺兴并没有做出太多的回应 他也是默默地承受着 这一次的张艺兴加入《向往的生活》第五季 也确实给了很多人一点惊喜 张艺兴被传恋情 在《向往的生活》第五季中 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杨子 来《蘑菇屋》里面做客 也是在这之前 张艺兴被传与杨子谈恋爱 这样的恋情被传出来之后 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 不过张艺兴方很快就否认了 和杨子之间的一个恋爱传闻 在杨子出现在《蘑菇屋》里面 和张艺兴同框的时候 也是打破了这样的一个传闻 在被曝光出来的一些图片中 张艺兴和杨子他们一同外出购物 而他们走路的时候却分开得很远 并没有走在一起 两个人之间也没有太多的交流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 张艺兴和杨子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特别的熟悉 更别说两个人恋爱了 所以两个人被传出恋情 应该也是无稽之谈 《向往的生活》第五季迎来的大改变 还有黄磊这个主人公的改变 我们都知道黄磊在向往的生活中 一直都是一个除了做饭 就是做饭的人 从《向往的生活》第一季 到《向往的生活》第五季 其实黄磊的一个变化也是非常大的 他慢慢的不再是一个 只会做饭的机器人了 《向往的生活》第一季的时候 如果有看过的人都知道 那个时候他们没有煤气 就连一个炒菜的灶台都没有 所有的一切东西 基本都是要黄磊他们亲自动手去完成的 黄磊作为一个大明星 作为娱乐圈中有重量的人物 却完全不去计较这些 他也是默默的招待客人 也是尽可能的完成蘑菇屋朋友 点的一些菜 对于黄磊的改变 第一个就是张艺兴 假如张艺兴和黄磊之间的关系非常好 有了他的加入 我相信黄磊不再像之前一样 那么的孤单了 主要是张艺兴是一个特别会帮忙的人 特别会主动去做一些事情的人 有了张艺兴的加入 对黄磊来说也是极大的改变 黄磊可能做饭就不用那么累了 有张艺兴会主动的帮他 这一次的黄磊在做饭的时候 也不再被别人吐槽是一个只会做饭的机器人了 这一次的他应该可以在做饭的时候 能够享受一下真正的向往生活 不过虽然张艺兴的加入会减轻黄磊很多的负担 但是有很多网友还是吐槽张艺兴 有网友这样说 张艺兴是替代不了刘宪华的 刘宪华的缺席有点遗憾 网友说张艺兴替代不了之前的刘宪华 刘宪华确实是一个能说会道 而且见了美女两眼发光的人 而张艺兴的出现正好可以弥补一下 不知道张艺兴加入向往的生活第五季 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对于向往的生活第五季 将要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十天后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我们可以慢慢的去了解 那么对于向往的生活第五季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向往的生活五定当 之前网络上就一直有关于 杨子和张艺兴在一起的传闻 这次杨子也会作为流动嘉宾 来到节目中 不知道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你们看了向往的生活了吗 期待后面杨子的到来吗 你更喜欢谁来到向往的生活呢 向往的生活有毒 张子峰吻戏后打回小孩 张艺兴也不再单纯了 再不是以前的小绵羊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如果你们看起来 这位资讯尽在一起的 内容-宽航大外博中 感觉很快 对于是 注意到这边 你说怎么回事 这位资讯 我听不 strangers 你不在买